佩洛西表示 虽然美国全力支持美国运动员 但也不会对中国的人权保持沉默 佩洛西说 国会中许多人都在努力确保世界知道 中国人权记录的真相 并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 他呼吁国际奥委会和企业赞助商 不要为了商业利益而保持沉默 佩洛西对新唐人记者说 中共打压迫害新疆人民的行为 凸显了其恶魔本质 当天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共同主席麦高文在听证会也表示 鉴于中国人权问题 运动员不得不对比赛之外的事担忧 当美国利益军呢 这赛推营赞助商与北京 中国已经獲得一位悠크人儿大 本身一直以名政府 这次才能变得更加差 如果 damn a cho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